海南市已有八年为征选国小与幼儿园正式体育老师 多年学校代课代理的专业体育老师 每年都应景期盼政府开缺 今年开出的体育老师缺额尽同步开放给一般的教师 海南市议员洪玉凤、蔡玉辉、李忠诚认为 支援制度本末导致要求教育局应其课调整 选选方式与定定未来的管理机制 洪玉凤议员指出 看到这个321个缺里面有30个是正式的体育老师的缺 一个代理体育老师的那个缺额 所以台南市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科系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名资格的限制 所以作成说一般今天你有告诉自己的人 都会可以来科学我们的体育老师 但是科学科就体育老师之后 他没法在他的工作上面去发挥所长 李忠诚议员表示 过去我们做三岁的时候 我们一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训练 所以剩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去训练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所开的缺 对我们体育选择没有保障的话 其实我们科学都科不得一般生 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得牌 我们可以为台南市或是为台湾得到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当然都投入在数科里面 今天很不简单 有个孙手他想要往教育的方向投入 所以他就会去科教师 他真的科到正式教师的时候 结果我们市政府没有给他保障 所以在这个部分对我们体育选择 是非常之不公平的 有什么他要开赌照 他就看你这个单向 有没有专攻有没有成绩 所以我们体育也是 体育教师也是要用这种方式 先看他曾经是不是带过选手 他是不是选手 本身是不是选手 是不是把带过选手 这个为优先才会有帮助啊 教育局课程发展科科长林毅顺回应 今年简章已出 出事复事日期已定 很难再修改 未来会把议员的建议纳入修正 我们有跟相关科系毕业嘛 所以他可以来参加我们必须的 一定都是有相关科系的 所以大家立足点都是同样的 不会有一般教师 他来报告体育老师的种类 比试成绩我们有个条件 我们如果一般老师是降50% 但是条件并存30%而已 必须当时要办理 所以这真的没办法条件 这要怎样条件下来 哇 都得灰了 记者柳奥铭台南采访报导 记者柳奥铭台南采访报导